人說飛鵝撲火 但這隻鵝怎麼會撲向一片 黑暗的人體耳道內 長度超過一公分 展開翅膀大小幾乎等同於五元硬幣 而且被夾出來時還活著 聽說鵝夾出來的時候 咬多少呢 很神奇 因為我台北鵝夾起來都碎屍完斷 原來南投中療一名劉先生 上週在客廳吃完飯 休息時突然有飛蟲衝進他的耳朵 劉先生拿出手電筒想吸引他出來 但小蟲卻卡在裡頭 動不了 只好趕緊求醫 醫師加入潤滑劑 再用夾子把蟲夾出 這隻飛蛾太大隻了 才會卡在耳道 動不了 原來劉先生不只碰過一次 飛蛾破耳 昆蟲專家說 夏天到了 尤其鄉下飛蟲很多 一不小心可能就會飛入耳內 最常見的就是蚊子或小蟑螂 沉睡覺時爬進耳道 但飛蛾飛進耳朵相對少見 醫師說如果碰到飛蟲鑽耳 千萬別急著挖耳朵或用水罐 因為昆蟲大多有視孔性 受到刺激可能還會往小孔裡鑽 甚至可能鑽破骨膜進入中耳 反而可能會因此受傷發言 TVBS新聞陳家貴 南投採訪報導